現在要加的內容就是這個電池感應的現象跟他一些應用 第一個 通過金屬管的磁碟下落時間會比較久 下落時間會比較久 這裡有一個管子 這裡是有一個鐵 就是鐵 放下去裡面叫做自由過體 所以他就很快就掉下來 這個是一個磁碟 形狀基本上是完全一樣 大小都完全一樣 現在把它放進去 很久才會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裡的每一個管子的每一圈就像一個仙圈 因為我的尺點靠過去 就是對他的磁碟接近 磁場有變化 會升感應電流 感應電流掉來的不讓他來 搶走的不讓他走 所以你要靠近我 我就擋住你 我擋住你 我有一個抵抗的力量 所以他掉下來就會變得比較慢 這樣他就比較慢 所以他會掉下來會比較慢 喔 超強 游泳卡 FID 無線射頻辨識 無線射頻辨識 有的東西是本身會有電 有些是本身沒有電 你的游泳卡是本身沒有電的 通過閘門過去他發訊號 無線電 讓他感應 然後有電流 然後你留到 精密砍你的資料送過去 然後你會知道你的 有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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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之類的 FID 無線射頻辨識技術 電池圍 渦電流 我們不仔細說 你可以用渦電流去查資料 渦電流 理論上 金屬的鍋子都可以用 但是實際上 你會發現你的鍋子不能用 而且他裡面做了一種設計 我現在要幫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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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變壓器當然會簡單提一下 發電器是我們的重點 發電器是我們的重點 變壓器 電池感應的原理 電池感應的原理 來把我的電壓發生變化 然後變壓器 我有兩個線圈 左邊是進來的電流 右邊是出去的電流 左邊進來的是一個交流電 所以電流有變化 所以實際上會有變化 所以右邊就會感應 就會有感應電流 感應電流 然後呢就送出去 那進來的跟出去的不太一樣 所以產生了變壓 反應變壓 進來是交流電 持電流一直變化 持長一直變化 所以出去被感應電流一直在變化 所以出去也是交流電 就是我們講過 我們的蘇貝電用交流電的原因 因為交流電很容易 這樣子把它升壓或者是降壓 所以不斷的進來交流電 我的交流電也有變化 感應電流也有變化 所以幫幫幫幫幫幫 然後呢 靠著這個線圈的數目 裡面不是都跟雜數密度成正比嗎 可以靠著這個線圈的數目 我就可以讓我的電壓是增加的 或者是減少的 不用管 有些產老師 甚至補西班老師 有教你公司 什麼N1比N2的 通通當做 沒看到 國中 不做任何的計算 國中不做任何的計算 不會問你說我這樣設計 進來100伏特出去幾伏特 沒有這種東西 國中只要知道 變壓器的原因是什麼 電子感應就可以了 國中只要知道原理 沒有任何形式的計算 計算題是高中以後的事情 計算題是高中以後的事情 所以要請你了解一下 變壓器的狀況叫做電子感應 知道一些現象跟意用就可以了